大家好,欢迎来到老猪的桃园生活 今天分享的是一道西式料理,番茄鸡 高蛋白,低汁,营养美味 非常适合当作正餐主食 酱汁浓郁,酸甜可口,老少煎鱼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用最家常的食材,最少的调料 做出最好的味道 准备两个洗干净的鸡腿 用叉子在上面均匀的搓一下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腌制时间 也更容易入味 然后在正方两面都撒上一点盐 再来一点胡椒粉 我这里用的是黑胡椒粉 当然白胡椒粉也可以 然后用双手按压揉搓一下 让鸡肉更均匀的入味 腌制15-20分钟 准备两个小洋葱 大的话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切成丝 切丁也可以 然后拿出腌制好的鸡腿 在正方两面都撒上干面粉 等一下煎制的时候更容易上色 不仅能缩短煎制时间 还不容易粘锅 不需要太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我这里用了15克面粉 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抹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锅烧热 倒入15克橄榄油 把准备好的鸡腿放进来 用中火煎制 大概2分钟左右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另外一面继续煎制 经过煎制的鸡肉不但没有腥味 成品口感不油腻 味道也会更好 先倒两面金黄 我们先把它取出来 接着把事先切好的洋葱倒进来 再加入一点蒜片 4-5瓣就可以了 均匀的翻炒一下 让它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倒入500克洗干净的小番茄 加点盐调一下味 没有小番茄的也可以用大番茄来代替 小番茄和大番茄的口感成品差不多 只不过小番茄的维生素含量更高一些 加盖焖制一会儿 接着我们把煎制好的鸡腿放进来 准备一杯白葡萄酒淋到鸡腿上面 盖上盖子大火煮沸 焖出酒香味 然后开盖 加入番茄酱汁200克 这个番茄酱汁味道非常好 也是本地厂的 任何美卡多娜超市都有卖 是经过炒制的熟的番茄汁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万能酱汁 接着再加入一杯清水 盖上盖子让汤汁再次煮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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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沸以后我们开盖 翻磅一下 然后转成小火进行焖制 20分钟以后我们开盖 给它放一下面 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焖至2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就转成大火 给它收下汁 这时候根据个人喜好做一下最后的调味 撒一点黑胡椒粉或者蒜粉都可以 等酱汁变浓稠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经过事先煎制过的鸡腿 经过蒙煮以后外形看起来依然完毫无损 而内里已经吸足了酱汁变得非常美味了 做下绿叶点缀 一家人的完美大仓就完成了 我对这道番茄鸡的评价就是 用料极简,味道绝佳,营养丰富,而且好吃不胖 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尝试做一下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 您好看 下一期再见 您好看 您好看 您好看